创世纪第八章 神纪念洛亚和洛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深处 神叫风吹笛,水势渐落 渊源和地上的窗户都闭塞了 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水从地上渐退 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渐消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雅拉拉山上 水又渐消 到了十月初一日,山顶都陷出来了 过了四十天,洛亚开了方舟的窗户 放出一只乌鸦去 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 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但遍地上都是水 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 就回到方舟诺亚那里 诺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 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 诺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 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到诺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干了 诺亚撤去方舟的盖棺看 便见地面上干了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第九都干了 神对诺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繁有血肉的活物 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 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 叫他在地上哆哆之声,大大兴旺 于是,诺亚和他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 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诺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堂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陷在堂上为凡祭 耶和华闻了那心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也不再按我才行地灭各种的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 架设、寒暑、冬夏、昼夜 就永不停息了 祝了 小吟 о